如果不是专家的透露 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大头这个赛场上的战士 背后竟然承受了如此多的苦楚 当人们在屏幕前目睹他的每一次挥拍 每一个瞬间都似乎力道十足 却不曾想象到 挥洒汗水的他正独自承受着无法言说的痛苦 他没有抱怨 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 只是在赛场上咬紧牙关 坚持到底 直到一位专家的意外透露 才揭开了这位年轻运动员背后那些沉默的挣扎 不久前的奥运会上 现场观众无不被大头的拼搏精神深深感染 在半决赛中 他的腿部受伤 需要现场兵夫 即便如此 他仍旧坚持比赛 从头到尾不见一丝退缩 令人更为震撼的是 原来这位赛场上的斗士 在备战期间早已受伤 颈椎的问题让他的手臂疼痛不已 而这疼痛在比赛中被误诊为肌肉僵硬 他默默选择了承受 甚至没有对外公开 只是继续接受理疗 坚持用针灸 按摩的方式尝试恢复 然而疼痛没有减轻 反而越演越烈 从没有人问过他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或许在他看来离比赛开始越来越近的日子里 时间不允许他诉苦 赛场上的他就如同战士一般 把所有的苦楚深埋心底 直至比赛期间 这种疼痛再也无法掩盖 观众们才察觉到他的挣扎 细心的网友们在比赛中发现 他不断掐着手臂 以试图缓解那难以忍受的疼痛 这一幕让每一个关心他的人揪心不已 这一切原本都是默默承受的秘密 而专家在无意间的透露 却让公众们终于得知他所背负的痛苦 他早已备受颈椎问题的折磨 甚至在国平的医疗团队一度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案 长时间的针灸 按摩虽然是为了帮助肌肉恢复 但对他的真正问题并没有太多效果 大头以为这只是心理压力的影响 心中尽管有过怀疑 但并没有对外多提 背负伤痛的他依旧不忘初心 直面赛场上的每一场挑战 如今 当人们在回忆起那些隐忍的时刻 不禁感慨 他究竟是如何撑过来的 运动员大多选择独自承担伤痛 大头也不例外 可即便如此 身为父亲的肖霸 还是在一次简短的交流中 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或许 这就是父爱的敏锐 肖霸察觉到 大头的伤情 并非是单纯的肌肉僵硬 于是他不顾一切 找到了乒乓球方面的专家 希望为大头做详细检查 这位专家在面对他的情况时 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直接指出 伤病并非普通的疲劳或僵硬 而是严重的颈椎问题 迅速进行了校正后 大头的症状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原来 他所承受的 竟是如此复杂而严重的痛苦 这次的诊断无疑是及时且关键的 否则 大头还将在随后的比赛中 承受更大的折磨 专家的发现 为他解除了部分疼痛的折磨 而一旁的肖霸也一直在默默支持着他 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 大头才得以在后续比赛中正常发挥 继续站在赛场上为国争光 每当我们想到这一幕 总会有一丝心酸涌上心头 原来他的胜利背后 还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挣扎 颈椎的伤痛暂时得以缓解 可比赛过程中的意外并没有就此停止 就在他一心为比赛做准备的时候 派子的问题接踵而至 对于一名顶尖运动员来说 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 派子的使用感受 重量平衡 对球的控制甚至每一次的击球瞬间 都需要完美配合 赛场上的大头却不得不忍受 因为派子问题带来的困扰 甚至多次错失击球的最佳时机 他本可以选择不打 选择放弃 选择休息调整 但他没有 派子的失误 伤病的侵扰让他疲惫不堪 网友们在观看直播时也不禁揪心 在他坚持完单打后 有心的观众发现他手臂上的红痕依旧清晰可见 那是他一次次掐着自己 试图用这种方式缓解剧痛 然而 他的坚持并未换来外界的一致理解 网络上开始出现嘲讽的声音 有人质疑他的状态 也有人恶意指责他的表现 面对此情此景 许多人心生愤怒 只因他承受了伤病与疼痛 拼尽全力参与比赛 却不曾奢求一丝同情 可当赛后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向他袭来 大头也只能默默承受 或许 赛场上的他有些许无奈 但他选择了用一场场胜利回应质疑 也选择了不去计较任何质疑 想象他在单打之后 拖着疲惫的身躯 独自面对这些压力的场景 内心的痛楚比身体的伤痛 更令人心酸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大头又一次踏上了团体赛的赛场 为他人夺冠 为国争光 心中承载的信念 支撑着他一步步向前 在场上 他将压力转化为每一个机球的爆发力 赛场上的他带着满腔热血 一次次精确而坚决地回击对手 观众们看到的 是他不屈的斗志与无畏的精神 透过屏幕仿佛能感受到那种拼搏的力量 团体赛上 大头的怒吼响彻整个赛场 那一刻 他并非在向对手呐喊 更是在向所有的不公与不理解宣战 那一声怒吼 将内心的压抑和无奈 全部宣泄而出 许多观众在看到这一刻十类目 那不仅是胜利的欢呼 更是一次对自我的救赎 对过往伤痛的告别 这种情感的释放 让每一个在场的观众感到震撼 也让所有曾质疑他的人深感惭愧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 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痛苦 而是将痛苦转化为力量 将压力转化为拼搏的动力 那一瞬间 场内的每一个观众都明白了他的决心 明白了他一路以来的不意 对于大头而言 每一场比赛不只是竞技 更是向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伤痛的挑战 他没有放弃 也没有被伤痛击垮 反而选择在无数次跌倒后再度站起 用勇敢和坚持 诠释了真正的运动精神 或许在他心里 荣誉的光芒比任何疼痛都要炽热 而正是这份执着 让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当赛后专家再度谈起他时 人们才意识到大头的身体一直在承受着伤痛 却仍然保持着那份无畏的坚持 那些在他手臂上掐出的痕迹 拍子带来的不便 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忍耐的瞬间 都是属于他的成长印记 他的父亲肖霸曾说 不管怎样都不能影响团体赛 大头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坚强地在赛场上扛起了重任 面对一次次的挑战肩负着责任 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选择了挺身而出 用他的勇气书写了一段传奇 这一切的背后 离不开专家和肖霸的支持 如果不是肖霸的坚持和专家的及时诊断 他的伤情也许永远得不到缓解 此外 有一种荣耀叫做祖国的荣誉 在国歌声中走向领奖台的孙颖沙 眼中闪烁的光芒不仅属于他个人 更承载了无数球迷对中国乒乓球的不灭信仰 前不久 人民日报发布了对孙颖沙的专访 以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为题 总结了他过去一年中的辉煌成就 这位年轻的乒乓球天才用无数场胜利 诠释了自己的誓言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他的每一次挥拍都在为国争光 他是如此特别 在世界顶级的乒乓球赛场上 孙颖沙总能将冷静和坚定写在脸上 步伐稳健 眼神坚定 击球时的每一拍都充满杀鸡 证实这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让他成为拼弹不可替代的存在 也成为了球迷心中最值得信赖的选手之一 他的发球独具匠心 速度与旋转的结合精准且难以破解 令无数对手闻风丧胆 在世界大赛上 他的技术胆识与韧劲让人赞叹 而在场下 他的笑容总是温暖人心 这个名字不仅在中国响亮 也在世界拼弹声名远播 他已然成为了国拼的象征 作为中国体育新时代的标杆人物之一 孙颖沙不仅用出色的成绩 向世人展现了乒乓球的魅力 更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激情与专注 让世界看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国际奥委会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前瞻名单中 特意将他列为五位最值得关注的运动员之一 而他更是名单中唯一的中国选手 在赛场上 每一次击球的背后 都是他日复一日的努力 他对胜利的渴望 对比赛的专注 对祖国的热爱 早已渗透在每一个动作之中 每当看到他挥拍时坚定的目光 那是无数国人心中为之骄傲的光芒 也是每个球迷内心最柔软的牵挂 孙颖莎的成就 让许多国拼的前辈们感到骄傲 张一鸣这样评价她 孙颖莎的技术全面 发球 接发球 正反手进攻军属一流 速度与旋转的结合 令人难以捉摸 这位昔日的拼弹女皇 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孙颖莎的特点和优势 在场上 每一次力挽狂澜 孙颖莎都用自己犀利的球技和冷静的判断 为球队赢得关键比分 打破了一项又一项记录 她不仅是乒乓球界的天才 更是备受尊敬的国拼核心 成为了球迷眼中的完美女神 真正让人感动的 或许不仅是她在赛场上的超凡表现 还有她与队友王楚清之间的真挚情谊 王楚清 这位与她并肩作战的混双搭档 既是她的队友 也是她的知己 两人从相识到默契配合 成了国拼的神仙组合 也成了无数球迷心中的最佳排斗 每一次孙颖莎获奖 王楚清总会露出如孩子般开心的笑容 仿佛对方的胜利就是自己的荣誉 他们之间的默契 似乎不仅仅是赛场上的配合 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理解与支持 王楚清常说 孙颖莎是一个执着又努力的人 而在球迷看来 正是这种执着 让她在激烈的竞争中 不断突破自我 向更高的疯癫迈进 两人的友谊 在赛场内外都显得弥足珍贵 作为搭档 他们彼此信赖 仿佛对方就是自己的延伸 作为朋友 他们相互扶持 在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中 成为彼此最温暖的港湾 他们的友谊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竞技关系 而是一种跨越界线的深厚情感 或许正是这份深厚的友情 才让他们在赛场上 如此配合默契 将彼此的优点最大化发挥出来 球迷们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见证了他们在赛场上 一次次为国争光 也见证了他们 在背后默默扶持的情意 他们的友谊 无疑让国拼的团结和力量 更加具体而感人 孙颖莎和王楚清 这对国拼神仙组合的崛起 不仅让国拼整体实力 再上一个台阶 也让球迷们看到了 中国乒乓球未来的无限可能 作为球迷 我们曾为他们的每一次成功欢呼 也曾为他们的每一场拼搏落泪 他们不仅仅是冠军 更是激励无数年轻人 坚持梦想 勇敢追求的榜样 孙颖莎用她的汗水和拼搏 写下了属于她的辉煌篇章 她用坚毅和努力证明 只有不断挑战自我 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 在这条追光的路上 孙颖莎不会停下脚步 未来的洛杉矶奥运会 她的目标不仅是单打冠军 更是向混双和团体项目的三金进发 她肩负的 不仅是个人的梦想 也是整个国拼的荣誉 对每一个关心她的球迷来说 看到她为国争光的那一刻 心中涌起的自豪感 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喜悦 她的成功 是对乒乓球精神的最好诠释 是对国家荣誉的最佳礼赞 孙颖莎的光芒 不会因为时间而黯淡 相反 她的努力和付出 正让她愈加璀璨 每一个看到她挥拍的人 都会被她的专注与坚定所感染 这份执着 让她从无数强者中脱颖而出 站上了世人瞩目的高峰 她用成绩证明 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一个为祖国 为荣誉而奋斗的榜样 对孙颖莎和王楚勤来说 未来充满未知和挑战 而在他们的拼搏精神之下 国平的未来充满光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国平家们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道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